施敬堯 再給陳玉瑞 三分外線的穩當 束手差蠻多的 羅賓森剛才有點情緒了 他應該是前面那個上來 喔 哇 哇 哇 吳戴豪這個球直接砸在羅賓森的臉上 那這個事情就可能非常大了 哇 連續兩個賽季了 在工程師的主場 都有非常火爆的狀況出現了 那戴豪其實也算聰明啦 就換到一個獨立戰將 首先呢 是我們領航員的羅賓森 一開始就被催了一個U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接著呢 吳戴豪的 行為 行為 是要判一個D 是奪權離場 接著呢 羅賓森呢 跟高國豪有互相的爭執 相互的小推擠 羅賓森呢 還是對他有什麼動作 是 喔 有拉他的衣服 對 一開始有拉 我後續也是抱住想要 避免掉這個衝突啦 是 各有一個T 各判一個技術犯規 那羅賓森呢 累積了一個U 一個T 也必須奪權離場 還沒降完 還有 那前面的罰球呢 公布了罰則 都抵銷之後 工程師的36號 林宜輝 那有嗆聲的行為 所以呢 被裁判吹犯了一個T 將由領航員呢 執行一次的罰球 執行一次的罰球 不過 領航員這邊一個關鍵人物就是 羅賓森現在必須要退場 是 看到這一球去拉到 呃 戴豪的 頸部以上 這是後續 高國豪這個 羅賓森還是對他有什麼動作 是 哦 有拉他的衣子 對 一開始有拉 我後續也是抱住 想要 避免掉這個衝突啦 是 好 這是我們在 這樣子的話就可能比較難看 就比較難看了 對 對 領航員決定全體離席 是 對 都先留在聯帝 那最後就是 裁判 我想 領航員這邊的抗議應該就比較容易理解 應該是第二季的技術犯規 嗯 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去吹 吹判呢 那在 對他們整體的戰力來講是非常的傷 哦 現在看起來領航員 經過疏通之後呢 他們決定要回來了 哦 哦 Baby 是 遊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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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